众所周知,作为清朝末代皇帝的溥仪,他大起大落的人生可谓传奇。 他在年仅两岁的时候,就早早接下清王朝的烂摊子,在他六岁的时候又草草地退位。 在尚未完全懂事的年纪,却承担起了大清灭亡的罪名。 在清朝灭亡之后的溥仪,人生更是起起伏伏,经历了人生的百态。 溥仪虽然已经退位,但他却心心念念着,想要再次当回大清帝国的皇帝。 所以,日本人抓住了他的这种心态,把他扶植成了为满洲国的皇帝。 正因为当了这个傀儡皇帝,所以让溥仪在日后为此付出了长达十多年的牢狱生涯之灾。 具体在1945年的时候,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。 溥仪在沈阳机场逃亡的时候,被苏联红军当场俘虏,并且被带回了苏联。 到了1950年,溥仪从苏联被押借回中国大陆。 他被安置在俯顺战犯管理所,继续进行学习和改造。 溥仪的前半生过得丝毫没有尊严,好在出狱了之后的溥仪得到了中国政府的照顾。 而且溥仪的工作,还是周总理亲自帮他找的。 周总理当时就问溥仪,你想要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呢? 溥仪马上提出了两个他想从事的工作。 第一份想从事的工作,成为一个医生去救死扶伤。 第二份想从事的工作,希望能够回到北京的紫禁城,当一名专业的导游。 毕竟再厉害的导游,也比不上曾经做过皇帝的他。 因为紫禁城作为溥仪曾经居住了二十多年的家,他是最熟悉不过了。 可是,正因为溥仪的特殊身份,溥仪希望从事的这两份工作都先后被周总理给回绝。 第一份工作被回绝是因为,作为医生有救死扶伤的心态很重要,但更重要的是有扎实的看病能力。 所以,溥仪并不能胜任这份工作。 第二份工作被回绝则是因为,溥仪是清王朝的末代皇帝。 而新时代的到来,则意味着广大人民需要和旧的社会彻底分开。 若是去紫禁城游玩的人知道了给他们介绍紫禁城景点的导游,竟然是清朝的末代皇帝。 这样的话,则必然会引起广泛的关注和热议。 周总理虽然拒绝了溥仪的两个工作志愿,但是却给溥仪推荐了一份其他的工作,那就是植物园管理员。 这份工作的具体内容便是,在日常中只需要照看一下园林里面的花花草草。 工作内容比较简单和轻松,而且酬劳也是属于比较不错的。 溥仪在植物园中工作期间,还结交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。 随着时间的慢慢流逝,溥仪就逐渐地适应,并且融入了新时代人民的生活。 可是,溥仪毕竟不是普通背景的人。 每当身边的朋友问他,你的父母是谁,家里还有哪些亲朋好友的时候,溥仪总是语无伦次然后说不出个特别合适的回答。 难道让他说,我和慈禧太后是一家人,然后再自我介绍,我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皇帝,能这样介绍自己吗? 而且他在出狱后,又和一位名叫李淑贤的护士结成了夫妻。 正因为他的特殊身份,他们夫妻之间还发生了很多有趣的事情。 溥仪的一生共经历了五个女人,而最后一位妻子则就是李淑贤。 这个女人成为了他一生之中最后一个女人。 在1960年,溥仪被分配到了职务员工作,在不久之后,他又被调任到全国政协担任资料整理的工作。 就是在这段日子里面,溥仪遇见了李淑贤,由此开始了他最后的一段婚姻。 他们两人是如何走到一起的呢? 因为在这之前,溥仪只想找一个普通的女子做伴侣,而且要求对方要有工作。 在溥仪看来,现在的时代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 女人不能还像古代那样完全依靠男人去生活。 因此,他希望自己未来的伴侣能够具备新社会女性的特征。 在此之后,溥仪身边的朋友给他介绍了各色各样的对象。 在这里面,医生、中学老师、政府人员、高级知识分子等等各种职业女性。 但是,他都看不上眼。 直到1962年,溥仪的同事周振强拿着一张女子的照片来到了办公室,而照片中的女人便是李淑贤。 他对溥仪说道,人民出版社的沙层西编辑,托我帮这位女士找个对象。 就在当时,李淑贤已经经历了两段失败的婚姻。 他既没有父亲和母亲,也没有生下任何的子女。 所以,他非常渴望接下来能遇到一个值得托付终身的人,继而拥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。 溥仪在办公室看到李淑贤的照片后,不由自主地对其产生了十分浓烈的兴趣。 除此之外,他在得知李淑贤是一位医护人员之后,更是变得心花怒放。 他立刻打电话给沙层西的妻子刘淑芸,表示自己希望能跟李淑贤见上一面。 而李淑贤得知自己的相亲对象是溥仪后,当场表现出十分惊讶的表情。 他甚至还跑到刘淑芸家中再次求证对象的真假。 在不久之后,沙层西夫妇便开始张罗起两人的初次见面。 在第一次见面中,溥仪给李淑贤留下了一个良好的印象。 于是,两人开始张罗起第二次的见面。 后来,溥仪和李淑贤抛开了媒人,开始进行单独的见面。 后来根据李淑贤的回忆,他说道,在那段时间里,溥仪每天都把自己打扮得十分帅气, 然后在医院门前耐心地等他下班。 在溥仪猛烈地追求下,他终于得到了李淑贤的回应。 溥仪不仅迎来了他人生之中最后的一位老婆。 更重要的是,这还是他主动追求和亲自挑选的老婆。 在1962年4月30日这一天,溥仪和李淑贤在全国政协文化俱乐部中正式举行了婚礼。 但是在婚礼过后,两人却出现了一些异常。 在新婚之夜,原本该是洞房花烛的美好时刻, 可是溥仪表现得却十分奇怪。 他不上床睡觉,反倒开着电灯泡开始看书,还一看就是很长时间,久久不入睡。 当李淑贤等不到他上床,自己慢慢睡着之后。 溥仪才放下书,轻轻地走过来,然后细细打量着他的新婚老婆。 甚至弯下腰来,静静地看着妻子的睡颜。 在之后的每天晚上,溥仪都会看书不上床睡觉。 在妻子睡着之后,有的时候溥仪还会把鼻子凑过去闻一闻李淑贤的脖子和脸庞。 虽然在旁人看来,溥仪的举动十分的怪异,但我们却可以看出来,他对这位妻子是十分喜爱和珍惜的。 就这样,两人过了整整一周的特殊生活。 在一周后的某一天,李淑贤终于忍不住询问溥仪,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儿,哪有夫妻结婚后是这样睡觉的呢? 听到李淑贤的询问后,溥仪脸上的表情显得很是难过,接着搭了着脑袋,变得沉默不语。 过了一会儿,溥仪突然向妻子缓缓道出了实情。 溥仪当时解释道,我不是生来就有生理缺陷的。 在我十二三岁的时候,皇宫里的一些太监抓了两三个宫女到我床上,强迫我与他们发生关系。 当时的我年纪上小,未经人士,不懂得如何控制自己。 那些太监看我快不行了,便拿药给我,让我服用后继续刑防。 如此一来,我身体便被严重地掏空了。 等到和溥仪成亲的时候,我已经不能正常刑防了。 听完溥仪的解释后,李淑贤变得一言不发。 他想到自己曾经经历了两段失败的婚姻,也一直没有孩子。 原本希望自己的第三段婚姻能够美满,能够和丈夫创造出自己的子女。 可是现在又遇到这种让人难以接受的状况。 一想到这里,李淑贤忍不住瞬间开始大哭了起来。 溥仪看着妻子如此的伤心,他又说道, 你如果想和我离婚的话,那我就不活了。 只要你不和我离婚,你提出什么样的条件, 我都会答应你的。 李淑贤看着溥仪那可怜巴巴的模样,顿时又心软了起来。 他沉默了片刻之后,便轻声地回复道, 既然现在一切已成事实,日子还是要继续过下去。 那就暂时先这样吧。 溥仪和妻子李淑贤,继续过着新时代普通老百姓的生活, 这里面也包含了普通人的酸甜苦辣。 可是有些人却不认为溥仪是普通人。 这些人遇见了溥仪,依然还认定他是大清王朝的皇帝。 溥仪每天朝九晚五,过着正常上下班的生活。 与之前的皇帝生活和劳改生活相比, 这种生活显得更加的真实和惬意。 有一天溥仪赶路上班,就在站牌等公交车的时候, 他偶遇到了昔日满清的遗老遗少。 这些人一见到溥仪,依旧对溥仪实行皇宫礼的那一套。 只听扑通一声,几个人应声跪地。 然后嘴里喊着,参见皇上,吴皇万岁万岁,万万岁。 最后还开始磕起了响头。 看到如此磕头长颈,溥仪可是被吓坏了。 对于他们这些遗老遗少,溥仪也不好说些什么, 毕竟都是尊重自己的族人。 如果说得太难听的话,会伤了大家的心。 于是,溥仪仔细一想,随后便对他们说道, 各位兄弟书吧,大清早就已经亡了呀。 几十年已经过去了,咱们现在已经不兴这一套了。 溥仪刚一说完,还没等满清遗老遗少回过神来, 便一个剑步踏上了刚刚到站的公交车。 等到这些遗老遗少回过神来, 他们的皇帝早已坐着公交车匆匆地离开了。 而此时此刻,只剩下他们跪在地上互相望着对方, 尴尬地说不出话来。 从那以后,溥仪总是有意无意地躲避着这些满清的遗老遗少。 因为这些人的思想依然停留在过去的封建地质之中, 可是溥仪已经清楚地知道, 大清已经亡了的历史事实。 面对他们的三跪九寇, 溥仪感觉非常的不适应, 并且感到十分地尴尬。 其实,溥仪的心思我们可以理解。 他经过大半生的漂泊, 并且数次和皇位擦肩而过。 他也十分地清楚皇位对于他来说, 已经成为了彻彻底底的历史。 尤其是经历了在苏联的监禁岁月, 以及之后在新中国的劳动改造。 溥仪彻底接受了他自己所拥有的全新身份, 他也深刻地认识到自己所处的全新位置。 此时此刻的他没有其他任何的要求, 他只求能安心做一个普通的国家公民。 能过上他事安生的日子, 他便已经心满意足了。